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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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大概十七 还有四七是吧 我们直播 它的音频版都是在喜马拉雅上会播出 但是喜马拉雅的这个音频历史更长 我们做单独应该快两年时间了 到明年三月份就两年了 然后明年年初我们会有一个轻微的改版 不会有太大的改版 直播可能就结束了 但是音频会继续 然后一周一到两期 然后在喜马拉雅上会一个新的 至少是假装的新的形象出现 我记得以前吹牛刚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说这节目做到我八十岁 今年我四十嘛 再做四十年 我和小高同学能够做到八十岁 小高那时候六十多吧 小高比我小十四岁 那时候我八十岁 小高是六十六 估计现在听众都快有孙子了 如果有一天 我和小高能够陪着我们这代听众中 他们的孙儿辈还能出现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能做到 因为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 不确定 然后各种东西都长不了 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坚持下来 如果做到八十岁 那我觉得可能会是个很非凡的一件事情 不是说我们节目做得多么好 而说时间可以表达一切吧 表达所有的诚意 表达所有的可能性 表达所有的 那也不知道表达什么了 表达就表达这些吧 今天这个丹香利叫 搞笑叫以主旋律 李志是不是那个 李志是一歌手吧 那写的挺可爱 他大意凛然的宣布要把纯净 筛留给你 过滤的只剩下残骸 还要你歌颂感激 我觉得这个很可爱的一条 叫以主旋律 但今天我们谈的确实 也是一个主旋律 我觉得主旋律当然 可能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主旋律 可能是人类的文明传统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 可能最重要的一个传统 那种深切的关怀 道德的介入 今天本来是要谈 我很喜欢的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叫谢和奈的 原蒙古入侵前夜的杭州的日常生活 但临时又改了题目 其实我们本来第二期就要谈加谬的 但加谬一直没有谈 今天所以我突然想起来加谬的属意 因为想谈这个事情是因为 是因为雾霾嘛 如果生活在北京的话 过去三四天是一个非常的糟糕的灾难式的一种体验 这种体验像什么呢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我前天晚上我打开窗的时候 因为你的外面有很多高楼 邻居的楼 或者有远处的这个路灯 或者月光或者星光都可能 我前天晚上在打开的时候 外面是一片的 它不是漆黑 它是那种雾蒙蒙的那种烟一样的 你什么也看不到 你就觉得整个的窗户都被一个吸收一切光源的这么一个 一个气体或者什么一个雾 所完全笼罩了 所以你看不到任何地方 然后你的可视距离就在你眼前的窗户 我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感受 那什么感受像你 就像你可能你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 然后外面都是烟 都是那种高度浓缩起来的烟 你什么也看不到 而且这些东西它不在变化 它也不是一个固化的 就那一刻你的感受是 我对我来说是感受非常奇妙的 然后你连续两三天时间 我想住在北京的同学们 都有类似的感觉 就是你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prison 某种意义上禁锢或者监狱里面一样 因为你出门 你不能够长时间散步 每个人都避免在户外活动 都在屋里面 我觉得是对个人自由的一个巨大的剥夺 所有日常的交往都变得非常困难 我觉得包括我们自由的移动 相见 甚至是谈恋爱 可能都是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其实你身上的很大一部分的自由 被切割掉了 而面对这样的东西 你又觉得非常的无能为力 你该怎么办呢 你怎么去反抗那个雾霾 去打那个雾霾吗 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你觉得非常的无力和脆弱 所有问题又不能够真正的去产生追究 我觉得北京陷入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现象 一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 北京城有一天会变成这样 小时候看阳光灿烂日子 九几年的时候 你觉得北京真是个阳光灿烂的一个城市 我记得那时候我骑车 我刚上北大门 总是沿着白一路 阳光打在身上 然后很多蓝天 然后你记得故宫的红墙 北海的水 那时候你仍然觉得北京是个充满颜色的地方 然后是那种到冬天那种非常轻烈的寒风 你知道那种空气 那种奇妙的味道 非常清爽的 这种你的鼻腔 然后肺 你吸一下 你觉得是一个人的 好像打了一个冷战被激活的时候 而现在的北京充满了各种难闻的味道 尤其是雾霾天 然后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存在 今天我在书店里面看到 我刚知道有一种 胳膊上还架了一个 就像那个净化器一样 戴着口罩 但是他连通在胳膊上 看到之后我就惊呆了 那就是从小我们看到 那世界摸这种生化武器的人 就戴成这样 然后我们戴到那种很奇怪的房东面具 然后突然我就觉得 我们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就是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生化灾难的一个城市 而有印象里 我去年这次没那么明显 去年有一次非常严重的雾霾 今天我坐在朋友的车上 我们开车 经过旺京的时候 那雾非常大 然后你看到街上的 零三的几个行人 他们像幽灵一样 没有表情 没有声音的 穿过马路 然后都戴着口罩 那你也不知道他们去往何方 我记得流传一张照片 就是一群跳广传舞的老太太们 在跳舞 然后他们在那个 因为都戴着口罩在那儿跳 那种已经非常大的雾霾 就真的像一个 Zombie Zombie一样的生活 那种 它非常诡异的 当时想起Steven King的小说来了 而且这个社会充满了有趣的反差 这么严重的污染 所以每个人都只能看手机 在跟自己的手机生活在一起 然后iPhone的手机 又是这么明亮的一个手机 所以它这么明亮的 然后如果大家出门的话 坐地铁的话 或者坐车的话 所有人都在低头的看手机 所以你想像那么一个场景 一个巨大的一个朦胧的一个世界里面 然后一群人都在低头看手机 那手机上特别亮的一个光芒反射出来 然后每个人没有彼此交往 都在看这个事情 然后你觉得像不像整个的一个 难听一点 僵尸在前行 在这个城市里吃饭生活 我觉得这个北京现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异象 这个异象是我们最初都没想象到的 我觉得七八年前所有人还非常乐观 北京会成为一个下一个世纪 新世纪的一个global capital 然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到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会越来越丰富多元 充满创造力 充满胜利 就像纽约在1930年代 40年代之后 或者说伦敦在某一个时代 或者说东京在某一个时刻 那是充满创造力的时刻 然后我发现打破这一切的 就变成是空气污染 我觉得这污染会驱赶到所有的 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才 这种新的可能性 其实环境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很多的历史的变迁 其实背后是由于这种环境污染所带来的 包括明朝的和到清朝的转化的过程之中 跟当年的气候的沿含有巨大的关系 包括清代的一些变化 都跟气候的一些时代出现了各种问题 都跟当时的气候带来了农作物的减产 或者是这种巨大的寒冷带来了某种恐慌 然后或者带来了国际贸易的减少 都是一个非常千丝万缘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非常好奇 这个雾霾到底会给整个的北京也好 或者更大的一个中国社会也好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副产品 当时过程中我们都觉得非常无力 而且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讲 当年伦敦有雾霾或者洛杉矶有雾霾 然后一些人会觉得 可能或许要付出一个巨大代价之后 大家才会改变 但事实上你知道 巨大代价不一定带来真正的改变 真正改变需要通过行动来完成 并不是一定是危险 或者说死亡一定带来大家的觉醒 或行动不是这样子的 必须有人站出来愿意行动改变这一切 所以行动才可能真正发生 并不是做出牺牲 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书 《鼠疫》其实加冥有描绘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个小城里一个沿海的小城 突然发现了鼠疫 鼠疫又传染给人身上 人一开始都觉得无所谓 看见只是老鼠死掉 然后这东西慢慢的严重 越来越扩大 让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 会一开始我满目在乎 后来出现了恐慌 然后及时行乐 然后又发现自己无力改变任何东西 就生活在恐慌里面 这样的一个循环 然后一些新的主人公 这位医生或者后来朋友 又开始做出行动来改变这一切 就加冥有在写鼠疫的时候 在隐喻法国 二战时的法国 纳粹的到来的时候 他们该怎么抵抗 所有人整个社会被 被麻痹化了 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思考 和怎么行动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巨大的影射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好像读鼠疫突然 在雾霾天里读鼠疫 突然获得了一种新的 那种relevant 那种相似 那种感召性 或者说感染性 我觉得可能一些时候 有它的很明确的相似之处 而加冥是我一个 非常喜欢的作家 我喜欢他 不是因为他写的多好 坦白说我读完他的鼠疫 或者包括 我从来没好好读过鼠疫 局外人可能很多年前翻过一次 因为他的语言 真的是有时候经常很干的 很干扁 他不是那种才华横溢作家 不像我本来想 下次会分享的莫利亚克的作品 也是法国作家 非常才华横溢的 他不是这样类型的人 但加冥却是一个 按照苏山桑泰化 就是一个好人 一个好人的后果是什么呢 是一个真正有道德介入和坚持的人 他同情个体生命所遇到的困境 愿意挺身而出 为弱者呐喊 然后我记得之前预告说 说我们要做一个道德主义者 加冥的时候 就说他是个好人 然后很多朋友跟我说 做一个好人是容易的 那这些人我觉得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他们认为是没有原则的人是好人 好人的本质是真正的道德介入 道德感受力和道德坚持 这是真正的好人 而这个是需要非常敏锐的道德直觉 分析的能力 然后在关键时候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去牺牲一些东西去捍卫这些原则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好人的标志 做一个好人是非常难的 他需要高度的敏感 他同时需要高度的巨大的勇气 这才能成之一个好人 我觉得在中国语境里面讲的好人 往往是一些缺乏感受力的人 或者缺乏道德原则的人 他们成为好人 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澄清这个事情 因为在中国社会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是个多么难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都被训练成 一群趋利避害的投机分子 然后为自己的各种投机行为 趋利避害行为 寻找各种借口 因为坦白说在中国社会里 我们的道德生活是 尽管这个社会充满了 所谓的表面道德的含义 但真正的道德生活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们只是会accus others 指责别人的时候充满了道德义愤 但所有的道德的最初的原生 是来自个体与更高的秩序的关系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社会 每个人不愿意分析个体 不愿意分析自身的困境 他根据是无法理解 真正道德的含义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时候 老先读读鼠艺啊 这段是他对那个鼠艺发生 那个阿尔及拉的小城的一个描述 描述很可爱 是加密写的很有趣的一部分 然后我特别希望大家 如果能带着这个描述 描述一下现在的北京城 是什么样子的 你的感受是什么呀 2014年代发生在奥兰的奇特事件 构成了本部纪事的素材 通常认为这些事件不该发生在那里 情况有点反常 出自领略 奥兰的确是一座普通的城市 只不过是阿尔及利亚 滨海的一个法国海外省的省会 应当承认这座城市 从本身看来挺丑陋 表面上看去到很平静 必须观察一段时间 才能发现他同各个地域许多 其他商部的差异 比如说 一座城市既没有鸽子 也没有树木 没有花园 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的翅膀 也听不见树叶沙沙的声响 总之 这样毫无特色的地方 让人怎么想象呢 在这里 刺激的善变仅仅在天空显现 只有清爽的空气 小贩从郊区运来的大批花篮 才带来春天的消息 那是在市场上兜售的春天 整个夏季 炎炎烈日烧烤着干透的房屋 给墙壁蒙上一层灰蒙蒙的灰烬 于是 家家户户只能关紧了百叶窗 躲在阴影里生活 到了秋天则相反 大雨滂沱 满街裹着泥浆的洪流 要想了解一座城市 简便的办法 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作 如何爱 并如何死亡 也许是受气候的影响 在我们这座小城里 所有这些事情都同时进行 处于同样状态 既狂热 又持心旁骛 也就是说 大家都感到百无聊赖 又得尽量习以为常 我的同胞们都很有干劲 但总是为了发财致富 他们对经商的兴趣尤为浓厚 照他们自己的说法 他们首先经营的是买卖 自不代言 他们也同样喜爱寻常的乐趣 他们爱女人 爱看电影 爱泡海水澡 不过他们却十分理智 这类消闲只留在 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 而一周的其他日子 就力求多多赚钱 傍晚他们离开办公室 定时到卡夫馆相聚 再沿着同一条林荫大道散步 或者待在自家的阳台上 年纪最轻的人 欲望强烈 但是短暂 而年纪最大的人 坏毛病多 至少也不过参加 滚球协会的活动 联谊会的宴会 到俱乐部打牌 碰运气大赌量吧 想必有人会说 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城市所特有的 总体来说 我们同时代的人莫不如此 如今看到人们从早干到晚 余下的时间又去打牌 喝咖啡 闲聊 这样的生活恐怕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也有一些城市 有些地区 那里的人时而会意想别的事 一般来说 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只不过总还有意想 这就比什么都强 奥兰则相反 看来是一座没有意想的城市 以及一座纯粹现代的城市 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具体描述 我们这里相爱的方式 男人和女人 要么在所谓的做爱行为中 快速地相互验阻 要么在婚约中 二人长相厮守 在两种极端之间 往往找不到折衷 这也算不上独特 在奥兰如同在别处一样 大家都没有时间 缺少思考 不得不相爱 而又浑然不觉 我们这座城市更为独特 还是人临死可能遇到的难题 用难题而字也不甚恰当 说不舒适 或许更确切些 生病从来不是惬意的事 但是在有些城市 有些地方 生了病会有人照顾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顺其自然 一个病人需要温馨呵护 喜欢有所依赖 这是人之常情 然而在奥兰 气候这么极端 生意这么繁忙 景观这么乏味 傍晚时分 消失的这么快 而循环作落 又是这等水平 这一切都要求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一个人生了病 就陷入了孤独 那么再想一想 一个要死的人 简直就像掉进了陷阱 被几百堵 热得劈啪作响的墙壁困住 而与此同时 全体居民都在打电话 或者在咖啡馆里谈会票 谈提货单和贴线 说来不难理解 即使在现代生活中 生活在一个酷热干燥的地方 死神突然闯来 人临终的时候 情况该有多么的艰难困窘 我指出这样几点 也许足以让人 对我们的城市有一个概念 眼下说到什么 都不宜夸大 只应该强调 世荣和生活状态 都平淡无奇 不过只要习惯了 也不难打发时光 既然这座城市 容易让人习惯 那么就可以说 无往而不利了 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 生活就不那么趣味盎然了 感谢观看